怎么回事 哇 哇塞好漂亮 哇真的好虚无缥缈的感觉 哇怎么天空下雨了呀 哇塞 这一关我觉得是所有游戏中最高能的地方了 这个视觉太震撼了 我现在已经真的讲不出话来了 我只能说一个字 哇哦 我只会讲这么一个字了 大家好我是宝海之月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Superliminal梦境重塑 那今天要把这个游戏完全通关了 因为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三个关卡 从第七关迷宫开始 啊又来到这个房间了 第七关的主题是迷宫 所以这一层的梦境很有可能会非常的复杂 好了关闭闹中了 别叫了 那走吧 我们出去看一下啊 这一关究竟是怎么样的迷宫 启动紧急退出 啊要退出梦境了吗 出错了 退出梦境出错了 我不是应该醒来了吗 你们这个梦境重塑系统做的不够好啊 这是血迹吗 也就是说 我的内心出现了很强的挫败感和恐惧感 但是本来呢 梦境重塑的这个治疗啊 是可以治愈我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治愈不了我 所以他们正在分析这种情况的原因 病人需要更多的梦境重塑 我被这个电梯的门吓了跳 这个女指导员告诉我 我已经消耗完了梦境重塑这个治疗的所有梦境 已经没有梦境供我治疗了 我将会被困在无尽的梦境中 是这个意思吗 别叫了呀 哎门开了 走吧 也就是说没有梦境给我治疗了吗 我不信啊 我再往前走走看 应该还有什么梦境的吧 怎么又听他闹钟的声音啊 哎 我怎么又回来了 哎 奇怪哦 我感觉我走不出去了 你看我 我又天先 啊 果然 我真的被困在了这个梦境当中了 我出不去了 哎呦 我怎么走到这 我又被拉回来了 你别叫了 哎 怎么又黑了 哎 哎 啊 啊 这 哎 这视角 等一下这个房子怎么倒过来了 房子居然倒过来了 这里面是什么呀 啊 有意思 哇 哇 原来我待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的呀 哦 这什么地方啊 这里是梦境重塑员工吃饭的地方吗 这里有闹钟啊 我爱一下不会出什么事吧 哎 你看 我又回来了 看来我是被无限的困在这个地方了 哎 这里不一样了 被堵住了 我出不去了 这个梦境治疗已经结束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醒不来 难道说我死了吗 哎 对了 那怎么办 我出不去了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互动的呀 这个房间有什么东西可以互动的吗 啊 好像有没有 哦 这幅画 哦 这幅画可以拿出来的 哦 出口在这幅画里面 挑进去 哦 神奇耶 哎 收音机 我已经完成了梦境治疗的标准引导流程了 你倒是说呀 你不说你要告诉我什么东西的吗 你倒是说呀 你怎么不说 哦 哦 怎么回事 哎 哦 啊 我明白了 这视角完全颠倒了呀 对于我来讲 看的也是很难受啊 我感觉这一关不是迷宫什么的了 这 这完全是视角颠倒呀 哎 我往这边走 我一直后退 会怎么样 哦 这什么 哇 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隐藏的东西啊 刚刚电视机闪了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成就吗 哎 你好歹这个地方搞一个成就啊 是不是 好吧 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啊 那走吧 我们现在马上要应对一些比较 喜特视角的场景了 掉下去吧 哦 摔不死的吗 哈哈 哎 门在上面啊 哎 哎 门在上面 我怎么上去啊 这个门也打不开 哎 不会是这个门吧 哦 果然 这个告示派已经告诉你了 正确的路在下面 好吧好吧 我现在相信啊 有一些观众肯定已经晕了 那我们就赶紧结束这一关吧啊 虽然说我现在已经 已经适应这种感觉了 哎 这里就还好了 已经走出来了吗 哦 没走出来 这视角还是颠倒的 这一层梦境是故意给我制造困难的吗 让我用独特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困境啊 何必呢 这个游戏的剧情啊 之前已经交代过了 他们已经没有梦境来给我进行治疗了 所以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场景应该是他们建造梦境的施工现场啊 哎 这什么地方 我不会往下走吧 我 哇 这需要往上走啊 这么高啊 有什么道具吗 哎 这里有东西啊 往上爬 哎 这个地方视角嘛 也算正常了是吧 把它放大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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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往上掉了 你们这是豆腐渣工程啊 这施工现场 我没有把地板给造好啊 哦 往上走往上走 哎 哦 电梯 到了吗 哦 可以了可以了 哈哈 终于逃出来了 哎 这个电梯走不出去的吗 哦 哦 在后面啊 哇 这什么地方啊 往那边走 哎 这边不能走的吗 啊 啊 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牌子上面写着啊 正确的路是往左边走的 但是左边这条路是封住 不能走 正确的路在右边 但是 我往右边走之后 也不对啊 而且我走下来的时候 我听见了好像一个错误的声音 这什么意思啊 啊 哎 哦 我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不知道 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看懂 哎 你看 叮 一个正确的声音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方向 决定了出去的方向 你们看这一边的啊 正确的路 是在右边 但是如果我第一眼看右边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错误 你们看 然后左边会出现出口 但是 这个出口是错误的 然后又回到了第一层 所以说你要正确通关 必须根据指示牌 第一眼看相反的方向 然后另一个方向 就是正确的路了 一个叮的声音就代表着 你走对了 在第二层 正确的路在右边 这就意味着 第一眼就要看左边 这样 右边的路才是正确的 啊 这一关太强了吧 哇 好玩好玩 哈哈哈哈 哎 走出去了 前面这个是什么 哇 游乐场吗 这是水吗 哎 这个好好看啊 像水又不像水的 这个应该也是施工现场啊 梦境重塑的某个梦境啊 他们没有造完 正在建造当中 哎 方块呢 哦 跑上面去了 走 嘿 医生 梦境会耗尽啊 医生说梦境会耗尽啊 如果梦境耗尽了 你还没有醒来 那么任何东西将都不会 刺激你醒来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死了 我梦境耗尽了 我就死了呀 哎 这 哇 这什么呀 哈哈 这是降维打击呀 我的天哪 这好恐怖啊 我千万不要被降维打击哦 三维的变成二维的了 哦 我感觉 我感觉这一层梦境完全是高能啊 好好好 那往上走吧 哎呦 怎么场景变了 啊 你看你看 这个地方就是梦境的施工现场 我现在进入到了一个 他们还没有完成梦境的地方 这里有张床 这张床是不是我之前睡觉的地方啊 哎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来过 我之前来过哎 哎 我还能再回去吗 我记得我是从上面走下来的 啊 用这个吗 用这个走上去啊 哎呦 怎么又变了 哇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我是第一次看见 哎呦 又变了 前面有个闹钟 我点这个闹钟会不会 又会变换一个场景啊 啊 哎 果然 哇 这又是什么地方 怎么全都是电梯门啊 哇 我哪里走 我随便走了呀 惨了惨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被困在这个梦境里面了 我觉得差不多行了 可以醒过来了 哎 我又回来了 糟糕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完全出不去的呀 哎 有箭头 往这里走 哎 找 找 找一下箭头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还好啊 还有箭头给你标注的 往前走 这边 往前 出来了出来了 哦 终于出来了 在你接近梦境失衡的状态时 闹钟就会响起 在这里 在这里我梦境失衡了吗 别叫了啊 啊 这 哇 我已经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这 我的天啊 瞬间 又一个降回大击啊 哎呀 我以为坐电梯 就可以结束这一关了 怎么就 来到了 哎 电梯怎么又不在了 哇塞 这个地方好空旷啊 这什么地方啊 哎 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不对啊 啊 这是一幅画吗 这边完全就是墙角啊 我们沿着墙角走吧啊 沿着墙角一定能走出去的 是不是啊 哎 看样子不行啊 你看这边我又走到头了 哎 哎 奇怪啊 怎么莫名其妙出现 这个东西啊 这不就是我之前 那个房间吗 之前啊 进入下一个梦境 就是走进电梯里面 但是 这一次好像点了一个闹钟 应该进入到下一个梦境了吧 这个应该是 第八关了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我怎么感觉我来到了 梦境的工作室 这是他们 造梦境的 总部吗 对对对 我来到了他们 建造梦境的 总部吧 这个地方 病人是没有全新进来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进来了 这边能走吗 哦 这边走不出去的 什么声音 这个房子好像可以走进去啊 哦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拿的这个房子不会是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手上拿的这个房子 其实就是我现在所待的这个房子 我有个猜想啊 我从这里面走进去 我一定会从这里进来的 你信不信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这个是无限套娃啊 这个 哇塞 那这一关我该怎么玩呢 啊 总不能一直在这里无限循环吧 我应该找个办法出去啊 哦 等一下 那么我有个想法 如果我把这个房间 拿在手上 从这一边出去 哎 你看 这边会冻的 哎 我这样把房子拿出去会怎么样 我 怎么回事 哇 哇塞 好漂亮 哎 东西全部消失了 哦 这是梦境超载了吗 我触发了梦境超载 这什么地方 好吧好吧 我们往里面走走看吧 哦 这边是出口吗 能往前面走吗 这是什么 这是门吗 哦 是往上走的 哎呀 掉下去了 等一下啊 等一下 缓一下啊 缓一下 现在我的脑子跟眼睛开始打架了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这是要往前走吧 哦 又掉下去了 前面这个好像可以拿 哦 是一个方块 哦 我出来了 我听一下这个医生要讲什么话 My name is Dr. Glenn Pierce And many years ago I had a dream I found myself in a place Where I understood that each of us begins as nothing Where everything I perceived was shaped by seeing it exactly the way I wanted to White space 你不是医生吧 我感觉你倒像是个哲学家 你讲的这句话 好深奥啊 这个地方 似曾相识啊 这个地方不就是办公室吗 每次醒来 我都要往这边走的 啊 又拿出一个饮料了 哎 获得了一个成就 哦 这是要往前面走的吧 这边好像有路指引着我们往前走 哇 真的好虚无缥缈的感觉哦 哇 怎么天空下雨了呀 哎呀 哇塞 这一关我觉得是所有游戏中最高能的地方了 这个视觉太震撼了 哎 这不就是我之前的那个每次醒来的地方吗 啊 你看你看 这就是旅店 哎呀 又掉下去了 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 上面摆满了很多的纸 这是文件吗 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太棒了 作者是个神人的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游戏啊 哎 我怀疑这里是可以走的 你信不信 哎 真的 倒退走吧 在这里 完了这一关我完全讲不出什么话来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不讲了吧 还是安安静静的看这个视觉效果就可以了 哇塞 这么大一个窗户啊 哎 这窗户能走的呀 哎 这也可以拿出来的 哎 医生 哦不 哲学家 医生 你能讲了再明白一点吗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呀 看来我的智力还没有到达医生的那个层次 但是我总感觉啊 医生呢 应该是告诉我们的一些什么道理 只不过这个道理太深奥了 我还真的看不懂啊 这什么呀 哦 哦 这个是按钮啊 我好像按了一下 这是通往天堂的楼梯 哎 这不是楼梯啊 我怎么上去啊 哦 哦 真正的楼梯在这里啊 哎 哎 怎么又跳下去了 别老是往下丢啊 哦 这边是可以走出去的 啊 门在这儿呢 哦 这是一幢幢楼房吗 嘿 医生 我已经穿过了梦境的边界了 哇 哇 感觉好有哲理啊 哎呀 这个不能走的吗 棋子放上面会不会掉下去啊 哎 不会啊 为什么 哦 可以走了 棋子放在上面你才能走的是吧 慢慢地挪动棋子 一步一步往前走 哎 门开了 走 我现在已经真的讲不出话来了 我只能说一个字 哇哦 我只会讲这么一个字了 要不我就不讲话了吧 反正我也讲不出什么话来了 我就一个进到我话就得了 哇哦 我的眼睛 天哪 哎呦 眼睛要瞎了呀 哎 哦 这边是可以下去了 哇 哇 巨大的时钟啊 这么大的一个闹钟啊 几点钟啊 7点59 早上7点59分 要变8点吗 醒了吗 这代表的是不是醒了 啊 又来了 又来到这个熟悉的房间 我没醒啊 啊 搞了半天我没醒啊 哎 8点钟了 哦 不对 我应该是醒了 这里的路能走吗 啊 走不进去了 哎 既然这里的路走不进去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真的醒了 My name is Dr.Glame Pierce And by now You may have realized that all of this has happened Exactly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What You see Everyone who comes to the institute does so because they feel that they are no longer in control of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hem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the problems we face can't be solved The problem is that we become so afraid of failure that we refuse to see our problem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so We do the same things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therein of course We find exactly the failure We were looking forward 这不就是我之前来的地方吗 难道 难道要把我 我之前走过的地方全部走一遍 我要走回去 哎 我不讲话了啊 我们就听这个医生讲话了 他在讲一个道理 看样子我们要走回去了 我们要走一遍之前走过的路 Your life will always be a struggle And you will always have problems But today You have the chance to see things differently Even though it meant facing obstacles that seemed impossible at first You thought outside the box And you overcame them Because you saw things from every angle You understood them for what they really were Because you kept moving forward No matter how far of the path you were told you were headed Or how unexpected it became You found your way 我们要把每一个场景都走一遍 然后走回起点 走回人生的起点 在人生的路上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只要相信自己 那就一定能做到 这游戏太棒了吧 这游戏很棒吧 isión找你完整的这些词 你可能lords of course 给你了que坏 duration 好吧 provide 救命 这游戏太棒了吧 醒来了 哦游戏结束了 这个游戏也太棒了 哇游戏通关了 整个游戏全部通关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玩到过 像这样的一款非常非常棒的游戏 哎呦我真的已经讲不到什么词 奈何文化少 我只能讲一个好 这么一款好的游戏 我不忍心把最后的游戏字幕给省了掉 我们还是来完整的看一下 这些辛苦制作这款游戏的人吧 有了他们 我们才能玩到这一款史诗级的游戏 感谢你闯入梦境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这一期视频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今晚做一个好梦 晚安